那这一点的话当然就是负的 所以是负710 斗点负710 因为它是相对的 所以这前面加一个小老鼠s 大概说明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做出这个之后呢 那你会发现呢 它这个矩形 它是一个所谓的聚合线 点下去 那什么叫聚合线呢 所谓聚合线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连续的线段 它之间呢 没有分开来 这个是一个连续的线段 那连续线段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做偏移的话 因为我今天 假设说我今天要往里面偏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假设我用偏移 偏移有没有 那偏移的距离 如果我今天要偏移往里面 就是70除以4好了 比如说70除以4 Enter 然后呢 往这个方向 偏移过来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今天一偏移变成怎么样 4个一起偏移 可是我今天如果说 我只希望线段 某个线段 比如说我今天只希望 这条线偏过来的话 那这样子就不能 不能这样做 变成说我要怎么做呢 把这个聚合线怎么样呢 把它分解掉 分解 那以前的版本叫炸开 那这个 后面的版本在08之后呢 都叫做分解 那所谓分解就是说 它原来是一个连续的聚合线 把它按一下 选举之后呢 再按分解之后 它就变成独立的线段 有没有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也就是说 本来它是一个物件的 现在变成几个物件 变成四个物件 就是分解 那分解之后 我如果今天我这条线 因为我现在是希望 做出里面 里面的线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偏移 那偏移的距离就是70 因为它有四等分 所以除以四 Enter 70除以四 就把这一条线往里面 往里面 往里面 有没有 就有了 那这一条线往里面的话呢 也是一样 偏移 然后 也是70除以四 因为一样按Enter就好了 那物件的话就这个 往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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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我就做出一个格子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再往里面偏移 就是70除以12啦 那全部画完之后 这样修解 慢慢修慢慢修 可是你会发现 往里修到 这个 可能要修很久 为什么 因为你像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用偏移的方式再次 比如说我用比较笨的方法 偏移 70除以 因为里面还有三等分 所以在乘上 4乘以3就是12 就是70除以12 Enter 所以在乘上 往里面偏移 往里面偏移 那当然你又继续偏移 偏移 再来减减减 也可以 可是这样 不是好 不是聪明的办法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先做一个 再环形正列 再环形正列 两次就好了 好 怎么做呢 我们先做两个 然后这里